我们是不是今天基隆市政府所作所为有违背合理度的部分 我们应该站在监督立场一定要提出来 要市政府做合理的解释 说明的非常清楚我们来了解 所以很多同仁提出来说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基隆市应该要有所改变 本来就应该要有所改变 没有改变何必要有新政府 本来就应该要改变 没有改变为什么让年轻人来做 这都是对的 这不是错的 所以我也非常肯定我们林游昌市长带领的团队 把基隆市由三颗星提为四颗星 这我都非常肯定 肯定之下呢 请问你我们可不可以放弃我们的监督权 我们不能一昧的肯定之下 我们就歌功颂等 我们仍然要站在我们监督的立场 这件事情一定要市政府说明清楚 让我们了解到整个事务事实上呢 在座的我们一级主管中间也有当时参与整个公共工程建设的 譬如说我们林处长就很熟悉这个部分 他非常熟悉这个部分 当初为什么会变成什么 那个资旧会啊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整个下面呢 不是普通的漏水状况 不是普通漏水状况 他的悬辟梁 他的一个悬被梁 本身好像有军列的现象 这都是应该要特别慎重的 所以很多同学提出安全问题 本来就是安全一定要做到 所以为什么本习不提 本习明明是学理工的 为什么不提安全问题 这你不做到安全问题 以后一定获援子孙了 对不对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做到 而我们现在质疑的是 整个发包程序 是不是很合理 是不是应该受到法的限制 是不是有说明到可以增见 如果有说明到可以增见 当然我们要接受 那如果没有说明到 是不是有可能厂商 因为没有增见的机会 他不来投标 如果他因为没有投标 这个机会没有投标 是不是这个投标就变成 比较不合理了 这个是我们应该知 谢谢 好 谢谢我们海洋区韩议员保贵的意见 我们议员同仁 这个案子从昨天下午开始到现在 我想一个案子 讨论很久 表示我们的监督单位 是有真正在监督 但希望效率也能够同时产生 我想我们现在请 我们交理处处长 针对我们议员的问题 希望你来答许 非常好 各位一座大家好 那针对各位一座提示的 那第一个就是 那个 李美允领一座有提示 还有那个 那个秦升秦一座有提示的 这个就是程序的问题的话 那其实这个案子 今天付给各位一座的 这个说明资料的 就是当初还没有上网公开的时候 我在去年的8月19号 就召开了公开的那个说明会 那也针对所有有幸去厂商 去召开这个公开说明会 也就全部的这个文件 都是跟今天一模一样的 给所有的业者 那一共来了21家 那事实上到后面 去公开招标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一家 有提出意义申诉 所以这个东西 当初就是在公开的 公开的 所有是公开的程序在做 那针对他们适用的范围 也是依照契约里面的 去规定的话 就是我们原来讲说 甲方交付的这些资产的话 如果他认为社区不当的话 或是不符合他需求的话 是可以提出改善 一定的改善计划 那事实上在说明会的时候 就已经有厂商提出 如果他们要更改这些 因为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一楼 是没办法做正常商场去经营的 所以每一个厂商都知道 那个都是要去做征修改建 因为动作会调啊 本来就是为了要应付九层楼 所以盖了很多个柱子 它是因为结构的关系 所以到后面 如果是在改厂商设计的时候 本来就是要做一些 拆除改建的动作 所以每个厂商都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当初提出的问题是说 年限太短 投资都要上亿以上 年限太短 但是这个部分我没有答应 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五年 所以所有的这个条件都在当初的 那个我们公告的条件是一模一样 没有变更的 那当初是不是大日 我根本不知道 那另外 那个张耿辉张艺座所提示的 这个商场的面积的这个部分 原来它的容积就是九百六 它是可以盖四几层 那现在只增建 其实不是到四层啦 它其实是一二楼的 那个夹层的空间当做一二楼 然后只做了三楼增建一层 然后上面是做一个跑道这样 那三楼的其实也是一些空的 所以这个部分它改的量 比其实不高 那另外就是环境影响评估的部分 其实这网络上一桌有看到 那其实这个是在83年以前 以前有没有做环境影响评估 我不知道 但是以现在的法令来讲的话 那个环保署 那个可能环保局长解释应该也是可以 据我所知83年以前的 就有的增改建 在原地的增改建 是不用再重新做环境影响评估 所以这部分我们有澄清 那另外就是 这整个程序就是 大日 刚才韩一座有讲了 那大日其实在台北市最大的停车场 也是他得票 所以其实我们对停车场经营业者 我们都一事公平 那有比较好的服务品质 我们就采用哪一家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停车场 我们当初是不用花钱 我们除了基本的权利金跟以前一模一样以外 我不用花钱 我在五年内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服务品质 一个新的 新的那个 产战设施 所以对我们来讲比较好 那 那助餐的那个解释的部分是不是 请翁处长这边 他针对这个主管机关的方式去打会比较客观 好 我们出餐 我们由那个翁处长 对 好 谢议长 各位议员 刚才讲 昨天有讲说 那个出餐法第六条之一 可因性评估的部分 那是刚才那个说明上面写 就是 他是在104年12月30号 总统公布的令 那我们东岸停车场 是在104年12月16号 他是因为完成招商 其实他是说已经签约完成 所以他已经都已经做完那些动作 就是所以他就没有适用 就是说不需要再做这些可行性评估 那对于这个东岸停车场 我们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案件 其实这个东岸停车场的案件 我们处参师 他有来这边做起案辅导两次 然后刚开始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时间快到 所以我们有在那个起案辅导 是由财政部处餐师师长亲自来 本部主持的 他就对这个案子 他就说这是你们的精华地区 所以他就很 对我们就是一直有 push我们说要积极来进行这一件 所以他起案辅导里面 他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说我们要朝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 可以让民间除了建设那个停车场以外 然后去看了很多转移站 或是怎样的 可以做一些商场的建设 那连续两年做了起案辅导两次 另外呢 我们也在财政部的那个招商大会 就是处餐师办理的那个招商大会 那一年在那个世贸 那我们也去做了一个摊位 做处餐的那个招商的 就是在全国招商 所以我们也到那边有做招商大会 那另外在那边有广告说 我们8月19在我们本市 又另外做一个公开的招商说明会 然后现在这个案子已经都签约 然后进行中 然后处餐师最近他也跟我们讲说 明年我们这个案子还可以去报 所谓的金破奖的选拔 那是对处餐案件的一些金破奖的选拔 那对处餐案件 那我们这边做的后面的管制 就是我们都会请专家学者 我们半年做一次 就是对我们所有的处餐案件 会请专家学者来做一些处餐访饰 那对专家学者他提出的意见 我们会公布在 我们会上财政部的网站 然后请他们这边有改善的话 都会去上填说我们就 对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建议 需要改善或注意的事项 我们都会有去做一些 注意改善的这个填报 那这件案子目前我们会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在营运 还在设计中 然后等到他开始营运的话 我们会请专家学者 也固定会来做一些访饰的作业 以上报告 针对两个局处 我们 吕美 您怎么样 好 我们请杜发处处长也起来 各位议员 那个旅员所讲的刚才我看的文字是 花胡六这是以方认为设计不符营运需求之处 点点点这个 跟预言报告 因为都发处大概是都计划 都设计跟建筑法 好 这部分应该比较接近建筑法 建筑法其实没有 在建筑行为其实没有讲设计这个定义 好 跟议员报告 那一般我们在讲设计 大概就是设想跟计划 所以那个设想跟计划 然后可是就是建筑师提他的建筑图之后 一把我们要去审查 他一定要在相关的规范 跟办理去办这件事情 所以至于这个字眼 是不是建筑 因为他没有勾计的法令的部分 我没有办法现在给你说 确定是怎样 是什么东西 这个部分可能跟议员一桌报告一下 以上 好 呃 李美玲女议员 张可惠议员 你第一次 好 那我们先请 好不好 我们议员同仁第一次发言 然后先发言 好 我们来免贓 蓝议员 然后李美玲议员请做准备 谢谢主席 我想本案是本席提出来的 那我只要请市政府两个方面要详细说明 第一个就是建筑体的安全结构 我想依处参法那么业者提出这个公共设置多目标使用 那你同意了没有 市政府你准了 你必须准了他才能去做 这是第一个 那昨天啊 这个交理处说 重量越重 反而越安全 那这是你的一面之子 我听了有点不太放心 那我在这边能不能建议 你在审查的过程中能不能增加 要求业者在送件的过程中必须取得 建筑师工会或者是基石工会的鉴定报告 也就是说他们在送件的过程中要附带这个 建筑师的认证结构安全啊 我们才能够相信你啊 我不能够相信你促长一句话说 重量越重 东岸越安全 这是第一个我要给你建议的 你现在这条还没过嘛 我希望你附加业者必须取得 建筑师工会的结构认证安全证明 才能够放照 这是第一点建议 那第二点我最关心的 就是说这个商场啊 从你昨天的报告里面 我看不出来这个业者未来整个商场 他要如何去规划 我一直希望把它打造成五星级的一个市场 让基隆市民啊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场所 一个高级的休闲场所 这个是针对观光客需求的 这不是假人最需要的啊 我调了以前的资料 第一次留标的时候啊 成品是有来赔标的哦 不是赔标啦 你这个OT案过去是两个案子 停车场归停车场发包 商场归商场发包嘛 那这一次是两个结合起来 所以很但是是以停车场业者为主 所以真正常做停车场的人 他就不知道来赔标嘛 因为他没有能力去进行商场嘛 这是我们这一次啊 未来可以检讨的 专业要 停车场业者他没有能力去进行百货啊 啊百货他也不知道来进行停车场啊 这是这一次为什么比较少人来招标的原因 好那第一次留标 停车场业者找的是成品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那成品的规划 当时我从网路上了解 成品他没有得标之后 他在网路上也发表了一些他的怨言啊 那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我也咨询过啦 那我今天要要求跟重视的是说 成品既然没有得标 那新的得标这家厂商 昨天点的报告是NET 我想以经营百货来讲 NET是不行的 主副商场是不行的 那你将来如果整个卖场是以NET的卖场为主 那我意见就我就不太同意啦 如果是成品商场你看看多好 成品的文创百货 成品的书局 台湾首区一直香港跟大陆各大城市 都来拜托成品啊 去进驻 提升他们的文创产业 结果我们够人士快点以来 我们没得标 这个过程 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我现在是希望说 人们都有自信没关系 但是啊 我一个要求处长 你现在NET规划出法的商场 一定要比成品当时规划的要好 不然我就对你有很大的意见 我再把资料调出来 当时成品的规划一二楼而已 他们只针对一二楼 他们还没有提出变更 他们要投资一亿 包括一楼有亲子馆 有旅游中心 这不是嫁人这最需要吗 人家业者就帮我们想啦 在这边设个旅游中心啦 协助我们发展邮轮啦 再来成品的文创展示区 全民百货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他们的主体是成品文创 再来他们有一个艺文特区 有一个文创展示区 就是给我们的基隆市的 艺文者有一个展示的空间 文化中心要去展览 但是当时文品提供了一个文创 艺术的文创区 这个很好啊 对不对 文创区他还跟我们的文史团体 还有我们最有名的 深耕文化的创意协位啊 他们都主动跟我们文创团体 联络说比来要怎么合作呢 我有一个专区 将来请你们这些基隆的文史学者 进来 大家一起努力 对吧 二楼的部分 他规划了 石排轮 生态农园 亲子的沙坑 就是说他今天要做一个沙滩啦 后来要有大型的旋转幕 把成为一个新的地标 这是当时的资料 他没得标就算了 你刚刚昨天的报告说 现在NET要投入2.5亿哦 你2.5亿的投资规模做出来 比成品的规模还小哦 这样我就为你试问哦 所以我关心的是说 那NET这个集团将来如何经营 这个卖场 我不希望将来东岸广场 变成NET的卖场 这很可惜啦 处长 我想进一步请教你哦 NET 他现在整个商场的规划 出来的没有 他到底是要怎么经营 你不要到时候 整个都不行 这样跟没有 请处长说明一下 我要严格要求你 NET集团 我知道他也有附带经营百货 在台中还是豪远 但是他不是很专业 没什么才是专业 那我希望 未来 东岸 你要把它打造成为 基隆的 五星级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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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市集 我们应该引进什么 国际品牌的 企业进来 譬如说 我知道 我昨天有提 星巴克要进驻 很好啊 可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啊 最重要的 大家想看看 如果我能够影响力 我就去拜托 顶泰风进来 顶泰风 如果开一张 你每天就欺负我 因为基隆行销观光跟竞争力才有直接的影响嘛 对不对 像日本的一栏拉面 你能不能把它拉进来 其实像台北火车站 二楼 机场 我希望 东岸未来是用这个方式去经营 你能不能够高费变成NET的卖场 那这个就会让大家很失望 以上两点 是我的建议 请处长好好的去争取 谢谢 好 谢谢我们 南美皇宝贵医生 我们现在请林美玲 张额会议会 请做准备 大家好 我在想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认为说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希望基隆更好 但是我们希望是 在程序上面是公开透明 然后任何一个行政的流程跟作为 实际上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在这边呢 为什么昨天跟您要了这些 有关于这个招标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 在招标文件 这个你给我们 今天给我们的第十三页里面 第十三页里面 我们的第七行 从上面算起来 还有一个其他 招标文件写得非常清楚 附属事业 不管你是商场或是广场的 这个营运计划 含平面图 规划说明等 如有合作厂商 如有合作厂商 如果你有这些东西 都要做一些计划的话 你要提出合作意愿书 那我想要请教的就是 原厂商在当初的时候 他所提出来的合作意愿书 也就是在投标的那个时候 他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 合作意愿书 他如果有的话 他的平面图里面 有没有已经设计好 我要怎么做 我要夹层要加盖 或者我要变更 或者是我上面要加盖 我要增见 有吗 等一下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 才是比较公平透明的 如果你这边都没有 那你现在再提出来 你如果之前没有 你现在提出来 那财政处长嘛 这个就不是OT案了嘛 对不对 就变成了BOT案了嘛 就变成了ROT案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还是要把原稿 提出来给我们 厂商有没有提出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还在这边讨论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不合法的嘛 对不对 如果他当初都没有提出来 你怎么可以让他现在 来做这样的改变呢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从昨天就一直强调 招标文件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招标文件上面也写的清楚 这个才是公平 才是透明 才是公开嘛 所以你必须要告诉我们 当初厂商有提出来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不对啦 那这个不对是属于行政的瑕疵呢 还是属于这个违法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政风寺也好 或者是请议长来做一定的裁决 如果是违法或者是行政 你可能要送法院啊 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不合理的 也是很不合法的 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一个不公平性了 而且你怎么可以去允许他 再做一个事后 事后一个补件的动作 也不对啊 如果你要今天如果还要再 要再盖 那你这个标 你就必须要另外再开一个 招标 对不对 要再另外再开一个标嘛 那让其他的人来 来的投标嘛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就有非常非常严重的 疏失跟违法了 这是我的意见 等一下请我们焦局处长 提出来 当初在投标的业者 他的提出了所谓的 他有没有提出这样的 营运计划书 包括他的平面图 包括他的规划说明 他有没有提出来 谢谢 好 谢谢李美琳 议员保贵 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尽量简短 好不好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议案 我们张耿辉张议员 谢谢主席啊 我想啊 刚才啊 几个问题我想啊 没有没有听到我们市政府啊 相关急促你的答复 第一点我想交理处啊 你现在还在活在八三年代的时候 新的法条啊 你还问那个环保局 环保局啊 要不要环平啊 你还说不用环平 环平新的法条是 新版是 92年1月8号的修订版 在里面第五条 第五条是什么你知道吗 有没有看 啊 商场是不是也是属于游乐的吧 里面写的一清二楚呢 你还在状况外的喔 你一个是活在八三年代的 往后我不知道 不知道要不要环平 那要问环保局 是不是啊 你刚才是不是这样答复的啊 都在疯了喔 还有刚才要我们林秘书长你答复的 我希望你答复清楚 举例来讲 上次东岸的有个有才咖啡 当初要用咖啡 这边的不准 你们现在要三四五都 准 其实本期 本位的不是反对 只是要了解当初为什么 在两位市长 人家业者要申请 一再推三堵四 一再不准 你干净法条什么时候不准 现在准 是不是完全执政 比较好讲话 还是为所欲为 没有能管 还刚刚还说不用环平 你看 我再拿给你看 修正版的日期 92年10月8号 不用环平 相互掩护 我想啊 刚才本期啊 所在了解的 到底业者当初要 改变他的模式 经营模式 甚至于面积的更改 为什么遭受不准 不准的原因在哪里 法条的依据又在哪里 现在准的法条依据又在哪里 你需要跟我们基隆市民说清楚啊 咖啡 人家要在一个 上面一个东岸的 盖一个有才的 弄个咖啡厅 也不准 为什么当初也不准 你们现在又要盖商场 三四五肉 然后要不要环平 刚才李处长你讲的 八十几年的话 可能不用环平 那未来我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要环平 你又让他开工 又动工 你在搞什么 你到底在搞什么 主管单位都不知道吗 如果环平就让他这样动工吗 然后人家去捡起才停工 这是什么政府啊 你等一下说清楚啊 不要动怒啊 我们现在请林明志林议员 我们苏仁河议员 请做准备 谢谢长 我想两天喔 第二天的大家的讨论都非常的用心 我也很敢配我们同仁对这件事情的用心 努力 但是我们先辨证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案子 依照初参法规定 到底是属于 ROO ROT BOT 还ROT 那如果依目前 事实上在 初参法没有这个字眼的完全的规定 那依照目前的整个契约内容 看来是ROT 就是说 原本属于政府的建物 然后经过契约的行为 委托给某个厂商 让他进行经营 维护 增建 改建 所以我们必须先辨证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事实上同仁 两天来有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必须让集中市人来重视 就是说 未来 你厂商提出的增建 改建计划 有没有 涉及到安全性的问题 还有所谓合法性 事法性的问题 所以 我看他们的 相关的资料里面有写到 所谓要经过所谓 都市设计审议 然后所谓 環保的相关规定 或者是说消防相关规定要做审议 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在做一个把关的动作 如果 没有做好 这是基隆市的责任 所以我们同仁所关心的 我觉得方向是正确的 所以也必须请基隆市政府 你们朝向这方面 来做把关跟努力 也就是说 如果 依照契约相关的规定 以方需 负担的事项 似乎在ROT的精神里面 增建 改建 是 事法性是够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在把关部分 还是要请基隆市政府 多着力多帮忙 第二件事情是说 刚才有同仁在提到 其实 有一个部分 是这合约是 双方合一签订的合约 那它的合理性在哪里 就是说 再签这个合约 所以有没有上全辱国的问题 有没有 违反基隆市政府 甚至基隆市民 最高的利益的指导原则 有没有违反这个事项 去检释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一些 也还好拿这东西出来 我们来辨证一下 在第五条部分 定额权利金 土地租金 这部分是固定的 我看起来 相加起来 应该是五千万一年 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简称成 所有土地租金 另外一部分 把它简称成 建物的租金 那另外还有第三个 比较特殊的部分 这个就比较 技术性高一点 就是所谓的 金银权利金的部分 就是说 他们在所核定的 金银管理计划书当中的 一个年收入的基准 超过的部分 如果我没有看错字眼的话 应该是 甲方乙方各占百分之五十 总共的 那个基准超过了 赚了一千万 基隆市分分五百万 然后乙方的厂商 得标厂商五百万 那这产生一个问题 它能不能赚钱 其实上次在讨论其他 BOT案的时候 我们在前两次的定期 也有提到过 其实 单纯的停车厂事业 没探紧 没探紧 也就是说 如果照我们以前的经验 之前我们是用采购法 把我们东岸汽车厂标租出去 然后一样收入 我记得后来是 一样是五千万一年了 但是它设施一直没做改善 因为 它就不够贪 它怎么要做设施改善 所以我们也体谅一下 这个厂商的苦衷 但型态 招标型态改变之后 用促餐法方式做处理 有个好处 它保持一个弹性 也就是说 如果 我发现我目前的本业 停车法 停车厂的相关的管理 营运 不到达到我预期的营收目标 我可以增加附属设施 来 创造新的利润 来补平我的营运的不足 甚至产生获利的行为 其实 在促餐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刚才查了一个文件 刚才有处长讲到金波奖的东西 在第九届金波奖 后面一个结论很重要 就是说 基本上民间参与的概念是 利用民间的创新力量 来产生合理的风险分配的一个概念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民间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它也不是提供免费义工的来源 也就是说 厂商进来做这件事情 还是以获利盈利为目标 但他怎么要赚到钱 他是要想办法 我们只把这个范围框在那边 那我刚才讲 如果照刚才我们在检视 契约里面相关规定 几乎好像没有什么不合理性 那比较需要去改进的斟酌自演 也许未来你们必须参考一下 刚刚我们同仁提到在乙方应付的事项 第五点的部分 如果变更原空间设计或系统功能 这样的文字 那么不清楚不明的状态之下 你们是不是下次有相关的合约的 像ROT合约的离定内容 你们应该把它修得更明确化一点 这倒是可以去提醒的方向 这样最后我要说的是什么 如果照目前的合约的状况 载定乙方必须负责的内容 以方应该少说大概五千万到一千万 一亿的投资 那如果照目前二楼以上再盖第三层 三层以上的顶楼再盖一个 所谓的空中跑道 可能再加一亿的成本 那其实这真是最少要出一千万出 但是他要自负责任 他要自负他的风险 如果他未来赚钱 我刚才讲在那基准之后 那个基隆市总在分百分之五十 最重要的部分是 这是一个契约的合约的精神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的同仁 本于全责 来了解这事情是应该的 但是我再次强调 契约的合约有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他相关的规定都展明在里面 包括违约条款 如果因为我们去关心了解 然后做不适宜的一个动作 甚至介入的话 造成纪约的停摆 可能会有违约条款损失的问题 那是全民要负担的责任 所以在做这东西的时候 也请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以上 好 保贵意见 我们现在请苏仁和苏议员 谢谢市长 我从昨天到现在都还没有第一次第一次 所以你应该要把我插在前面才对 不能说拍在后面 我想我成语有一句话 叫做 不提本无数 民进一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哀 这句成语 刚好印证我们今天 从昨天讨论到现在为止 我们各位大家看看 我们第十八届 第十一次零十位 报告事項第五案 有关东岸停车场 一楼商一楼商场规划进度 请市府报告 就这样而已 结果 何处惹成哀 我们教李处长 李刚李处长 他非常的重视 我们基隆市议会 非常的重视 所以连带的 把这个不需要我们议会 来通过的这个叫做ROC 那么 ROT 就是叫做 促进民间 投资公共建设 叫做ROC ROT 也有ROT 也有BOT 里面 刚刚我们同仁从昨天到今天都讲得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 叫做 由民间机构向政府承租或现已设施 予以扩建 整建或营运 这个是不需要经过我们议会来同意 这是地方首长 跟地方行政团体团队的一个权责 怎么搞得老半天 我们应该知道之后 我们讲说 原来 现在我们东岸停车场 在还没有 现在才开始 他们打契约之后 才要开始规划设计 然后还要送到我们市政府 来评选 他们投资钱 我们基隆市政府没有出到一毛钱来 要怎么规划 要怎么盖 投资者当然他要以他的量力而为 他认为该盖到几楼几楼 然后要做些东西 什么东西 包括景观 包括周围的交通 当然他们要有一套的 有一套的计划 结果我们不是 李港李处长 郊李处理处 李处长 在好心担 拿这个阶段 两套给我们计划 知道 我们议会顶多说 这个好 从昨天到现在 我们几乎每位同仁 都认为说 东岸停车场 从现在开始 ROT是不错 应该要好好的利用地上物 然后加盖 我们怎么样来营营 这个我们都很好 我们都很赞成 很赞成的背后变成什么 你要把企业书拿来我们看 去外面找一些民间的投资者来投资 我照我跟各位报告 在每个县市里面 要找ROT 寻求这个参 促参法里面的促进民间参与投资公共事业 这是很不简单的问题 这是很不简单的问题 本来我们应该要举双手赞成 而且并且促进市政府要赶快来处理这件事 结果搞到现在 我们各位同仁 既然什么企业 包括你第几楼要做什么 第三楼要做什么 不能卖衣服 也不能卖皮包 对 对 人家的投资者 如果投资後边要送市政府来审查 当时 出现市政府会给他一个合胜 投资者他也想说他也要后边 会促进我们基隆市这一地外的商机 人们都要投资 不然一次投资都两三亿 你叫人后边 会几年来 就要再投资 又了资 什么人要投资 这是一个真正的 当然他必须要 他要投资者要做什么 包括钢骨结构 这个地层结构 稳不稳 既然市政府不是在说的 如果不能让人去上面 不能再搭 导述投资者 民间投资者 他也不是在说的 如果这个地方地质 如果不能够再盖的话 我们基隆市政府 胡说 胡说 对外要来招商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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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能够承担得起 也不是林市长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这边 我必须要跟各位同仁讲 我们顶多 他上来的这个案 我们的案由 来讨论 基于 如果李刚 重视我们本会 尊重我们议会 他又提出了这些往后要ROT的这个 促进民间投资的公共建设案 这是很好的啊 我们必须要跟他讲说 我们建议 你以后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这是可以的 再不然 我们就好 提下一次会 这个 ROT案 东案停车场 这个民间的投资 那么进度如何 在下一次案 在下一次大会 向我们报告进度 报告进度 然后提起我们各位同仁的敬言 这样才对啊 这样才是我们议会啊 我跟各位报告 议长 我想你也知道 我们今年好不容易 去年好不容易 得到什么 得到全国 议会议事透明度第一咧 第一的后面是干什么 就是要提出我们议员后来的 再来的这些文证品质啊 哪有一个案 我从长才开始 讲到现在 讲到大家都没剎杂 每次都要叫他拿 没有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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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市政府 要怎么做事 你要叫我们市政府 市政府要怎么进步 市政府的进步 是十几年前的当初 在李政党做市政府当初 这个案本来 就要夾的问题 地下四层 地上九层 那时候就是经过人家 杯葛之后 没有办法盖层 再促成今天 这个地域也会不稳 上面不得不加盖建筑物 来把它压住 第二个 促成基隆市建设不进步 够讲就是污水下水道 现在从张东隆开始的时候 才开始快的 这没做不行 但是在十几年前 人家李靖雄要提出要改建 前基隆市污水下水道的时候 弄到最强的也是他们抓的人 结果 山不转路转 要怎么知道他会去做市政 一声一声做就说 要努力了 污水下水道 没做还没刷 东岸停车场 不盖一个两层楼来 可能地下四层 会漏水 你看 当然有这两行 促进基隆市的建设跟发展 这两行是很大行 我们各位同仁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我们不能再阻挡 在任何说基隆市市长 要基隆市的团队 要求进步 要求基隆 建设 会当发展的当順 我们再来把它绑手绑脚 我们再来给它绑手绑脚 我想在这边苦口婆心 先跟各位同仁这样说 跟各位同仁这样说 尤其是在我们 我们首领长领导之下 我们头一次拿到 全国基隆市议会 议事透明度第一 那我想再上来 我们必须要监督促进 我们基隆市市政府的市政 能够进步 这样才是我们议会的本质 我想本会的议员大家都希望 金融进步 我们监督单位走路也有空 我想因为还有很多位 现在因为张方丽张议员 因为第一次发言 苏议员刚刚不好意思没注意到 还有林明志林议员刚刚没注意到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请张方丽张议员 然后情深情缘 李美玲旅议员 谢谢议长 我很佩服我们林市长 毒很大 毒很大 这后败 在座的除了我们林市长 他要用民选的以外 大家都是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所以成败只有林市长来承担 只有他有法度承担 所以本会同仁也不用带他太担忧了 我比较在乎的是 就是那个地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 开始搭车 开始搭车 礼拜六礼拜天 那个地方就是已经是 我们基隆市市中心 最后搭车的地方 但是那个停车场 停车位有没有增加 都没有增加 还是维持原来的 都同样是原来的停车位 好 没关系 现在有这年 有企图的这些 这些商商要来 把我们做更好的这个价位 我们是很赞行 但是他如果做了越好 就是什么 人潮越多 人潮越多 停车问题是越严重 所以那个地方 十对以后 一定是停车的问题 直接在睡了 直接在睡了 所以 不都不用担心 但他营运之后 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 在让市民来验收嘛 市民来验收就好了 好不要 我们不管你 我们市政团队 要做这么好的工作 我相信 我们议会 在座每一个东西 都要给他拍拍手 因为我们的市场 没有钱 一定要靠外来 来给我们建设 我们都很赞行 我们都很赞行 但是 今天这个建设 市政府有在座三个月 我们的停车 停车的费用 我们所收的费用 是同样的 我们都没有钱 我们都没有钱 只要让市民 再来给我们做 他认为更好的 这个计划 我相信 在座我们的董事 没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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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最好是 你做越好 我们越开心 但是 将来 那些地方 它变成如何 啊 啊 再两年 我们 这个市政 要再选年 我相信 这是他 很大很大的抗严 所以我希望 我们不用自己烦怒 我相信市政府 所有的每一位 都不敢触罚 他不敢去违反嘛 这个违反 这是要来干的 所以 我相信 我都很相信 你们大家 你们大家 都是很受罚的 所以我们 当时 我们不用给他烦怒 烦怒说 他有触法 没有触法 都不要去烦恼他 我们就 大家来配合 静待 他的成果 我相信 这是 最好 对林市長 的 这个考验 谢谢 好 好 各位意见 我们要不要休息五分钟啊 啊 还是 到十二点 因为这个早上 希望能够中午以前 就把它结束 我知道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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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好 不是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 咧 蛤 就继续好不好 蛤 继续好了 就不要休息了 中间 好 好好好 我们现在请秦政议员 李美林医员 请做准备 谢谢 刚才 我有询问我们李处长 关于OT跟ROT的这个指数的转结 他没有给我说明 但是听到欧处长的说法 是意思说以促三法的方式 得到上面的一些的指导 或者种种的一些善意的一个 辅助我们 但是我要了解一下 当初我们在对外招标的时候 OT为主嘛 那现在变转成 只不在整个看得住 这个过程变成ROT 这其中的转折 是谁做决定的 是谁做决定 是谁有这个能力 从这OT 转成ROT的一个方式 我想这就是一个行政上的瑕疵 我不敢说你是违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出生的当然 他有规定相关的一些的方式 但是如何其中的转折 是随即做决定的 做这个决定的后面的 这个问题的产生不公平性 需要去担待 需要去担待 所以说有其必要 请我们李处长你来说 或是欧处长你来说明 随即来做这个转折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 并不是说不赞成这个厂商 他的任何的投资的行进 而是说我们一直在监督的是 我们行政人员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遵守所谓的 他的一个权利的范围 去执行公务 那好再讲回来 现在他的厂商的任何的建设 增建到二三四层楼 请问是他是增建 或是在内部的一个扩建 这也要说明白啊 那刚才李处长讲 我们这本身就是960的一个范围的一个 所谓商业行为的一个区域 那请问 他这个商业的区域范围是 停车场 包含停车场呢 还是他商业行为的一个建议方 在内 我想这都有分别的 因为本身这个动案 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招标案的一个经营群 因为你的合议书上写得非常清楚 一转 但他今天要转为商业的一个行为 包含在内多元化的建议 让业者有其力 然后继续申请为我们金融发展 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 所谓的城市的发展的一个经济效益 这本身也赞成 但是我们所一直强调的 这其中的决定的权责的转折 是谁在做转折 谁做决定 这是本身说纳闷的事情 所以说请我们理事长 或者我们翁市长 你来说明一下 到底是做决定的其中的转折的 这个决定群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贵舅 因为 呃 hal 呃 呃 滴vol 大家早安 不好意思 我想說 很多事情 我等一下不說就不可以 那剛剛那個蘇議員 其實提到也是 我本來就要講的 說這個是一個ROT案 其實我一開頭就知道是ROT 那麼ROT 市政府跟人家簽約了 接下來就要一約旅行 那我們這個議會 所以監督的部分 我們只要針對市政府這部分就好 你假如說連廠商 裡面怎麼設施怎麼樣 都議會都會進入的話 我們議會三十多億萬 這青春 怕了死無罪 我想我們不要下跑 這個可能因為基隆 有利基可圖 他會來基隆投資把他們都下跑 那麼 這次 就是這個整個案子 其實市政府 這個重的管理 跟狠的聯繫 應該是做得都相當清楚 那本會議員針對 那個提出來一些看法 其實 各單位要把明確 把它記下來 一樣一樣的做答覆 讓我們議會知道說市政府已經 整個市政府團隊 對這個ROT案這個本案 都非常清楚 各方面的法令規定都處理 梳理得非常的完整 將來 將來執行下去 不會產生問題 那我們接著就要 管市政府哪一部分 我想市政府只要 跟這個廠商 兩邊各得其所 得到我們需要的利益 基隆市政府得到沒有減少的收入以外 至多頂多十年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廠商 因為他本身營運所需 增加了這些 這個建物 這是我們的收穫 十年 最多十年 就是說這是五年 五年過 他如果表現了幾年 再加三年 後面幾多兩年 十年這個建物 就是 就是 都是我們 以後 還在中心照表 這個廠商如果來表表就他的 表不得到去 就把別人表去 人家有可能 比較關鍵才會聽 所以 其中 有頂多運動頂多利益 我們過去 延宕十五年 要做的東西 沒做 像讓這個 黨員聽者庭 繼續變成 花十幾億做一個 鐵仔聽者庭 這樣賣好的事情 現在很不容易 所以 有這個抽象 來圓宜 投資2.5億 做出來 這個 做出來的這些設備 將來是我們基隆市 除了說我們每年 可以收的 不減少以外 還有這個 好處 廠商 他做來賺錢 我想 無論說做生理 還是什麼事情 這是 最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運動頂 樂觀 齊成好 市政府 我會感到更好 你跟抽象 好好說 這些部份 如果有這個 應用的 市民的官員 最難 我們可以拿出這支 所以我想法 我們是 放手給市政府過 像是過去 污水處理場的事情 在地方 你做所謂的時候 也有很多事情 沒有一個理場 沒有問過一個理場 說 水就這樣流 我們來 這樣讓他流就好了 繼續讓他流就好了 不然 他不想說 現在人口增加 污染那麼嚴重 現在這個問題這麼多 基隆市政府 要 水要越來越清潔 反正清水空 他又沒有去想吃 這個觀念 沒對到時代行 我們因為這十幾年來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 過去有外地人 大家問人說 大家都改變 為什麼基隆不改變 我們市長也是因為 要改變 今天 多數市民支持 做市長 希望說 我們議會 因為市長要這樣做 我們全力支持 好的東西 拿出來 對於基隆市 優惠的拿出來 對基隆市將來 有幫助拿出來 整基隆市 促進 手衝來 導致議員增加 在台中 很多支持 但是 我想這案的基隆市 有機會的進步 所以 我是聽 我們很多 當年的每個客人 說 我是沒有反對 但是 結論 就是 一些 是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 拿出來說 只要說 我們就是這間建築 這間建築 這間建築已經 蓋好駛了 停車庭就是 四百幾位 沒有 增加 聯合 這個 車要來 就是要來停車 不知道在哪裡 哪裡 排隊 不知道會去探 就是 這些位 他沒有位 他會去白位了 所以交通 是原來的正行 要做什麼環境 影響不久 這個房子已經蓋在這裡 它就是 很大 這個地方 可以容量 就是這間建築的問題 跟過去的問題 過去的這個 影響有什麼差別 所以這 原來的環境 原來的建築 你再拿出來這些 新的 跟過去 我是你一個 一個 礦地 要去 去做什麼 做什麼 要在這裡 這不是要拿什麼 環境影響 評估什麼 什麼水溫 還是什麼 沒有這些一大堆 我們這個 既有的建築 就在這裡 建築是 建築這個原來的東西 到這裡 他叫ROT 他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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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適合他經營 我就說 剛才經營聽證 他以為 因為他這個 導土水中 要回收 過活動 讓很多 UK 齊民 來這裡社會 來這裡剃圖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 是這樣 所以希望說 這個 我們不要說 我 沒有反對 就結論你是沒有 對不對 啊 你 前 前年 不對後語 牛頭 不對馬嘴 你說 沒有反對 結論是反對 對不對 我想 我們 這個議會 這個透明度這麼高 啊 不然市民都在看 煙火 拿很多 你出來反對 所以 十五年以來 就是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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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洋市 還是 這個外地 他去看 這個旗洋市 說這樣 從這個庭長 就看了海淘 我沒有承認說 這陣子會 讓我們繼續 繼續 繼續 好 目到目的 手中 抵抵 至今 了解 小災 這陣子 還要 再延宕 四年 旗洋市 一直這樣 沿路下去 我想 我們沒有人 這個議員 所希望 所以 幫助讓人去做 不要幫助 幫助讓人做 沒有事情 大家都很高興 市民也不高興 好 謝謝寶貴的意見 我們 因為剛剛 李美玲 後來靈恩典 又是第一次發言 對啊 靈恩典 然後 對啊 我現在就是排第一次 所以說 我們 第二次第三次的 不好意思 我們靈恩典議員 然後 尤祥要議員 然後 呂美玲議員 希望大家 是不是能夠 簡短一點 好 我們不要生氣 美玲不要生氣 我想 因為 而且我 我希望大家 好 美玲 我跟妳講 請尊重 請尊重 請尊重主席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跟妳講 因為剛剛妳這問題 剛剛妳這問題 那個 行政議員已經 有在詢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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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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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靜 速靜 如果這樣的話 對啊 大家速靜好不好 因為 我們盡量簡短好不好 能夠 能夠 能夠在一分鐘以內 把自己想要講的 表達出來 我們現在 林恩典 連議員 好 謝謝議長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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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o 這個文化中心的部分 空橋到文化中心 也可以疏散非常多的人 再往仁義路的部分 同樣也是同樣的方式 我想市政府的團隊 也很努力的改變了之前的採購法 用採購的方式 來用ROT類似出產法的方式 來做一些的改變 然後讓我們市政府也不用花錢 然後把我們地方建設的更好 這是我所支持的 謝謝 謝謝我們兩點寶貴意見 我先請郵翔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來投資基隆 這個東岸廣場 這個廠商 其實他也是蠻勇敢的 說真的 因為基隆人口 大概38萬的規模 這個消費行為的目的 這個不大 這個目的不大 因為說最近呢 這幾年來 由於我們市政府的努力 抓對了方向 把基隆營運成這個輿輪的母港 增加了很多很多 不是只有外國來的客人 很多所有台灣的一些要去坐船去旅遊的人 很多都會到基隆來嘛 這慢慢帶來人潮 慢慢帶來人潮 對不對 所以說這也是一個契機啦 而且呢 這個投資需要勇氣啦 叫我投資我不太敢了 也需要一個勇氣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儲餐 法裡面喔 所謂的OT或者是ROT喔 當然是看它的內容而定啦 看它的內容而定啦 它一般也沒有寫ROT或ROT 看它的內容而定嘛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像河濱島公園 那個就是OT啊 那個基隆市政府花了兩億多 將一三萬去蓋 蓋完了以後 也沒有公開招標 用評審的 用評審的就交給某某某去經營 我們以為也沒有反應很激烈啊 除了我以外也沒有反應很激烈啊 這是透過評審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認為啦 現在這個東南停車場很顯然的 我們政府並沒有投資 而且那個是既有建物 不是像可民黨那種新蓋的建物 不是啊 那是既有建物啊 對不對 既有建物 然後由丟標人去負責怎麼樣呢 負責經營跟管理 當然裡面 對於投資的 你要給它一點點空間嘛 它營運的需要 它需要擴建什麼 這個在所謂的ROT裡面 寫得很清楚 寫得非常清楚 只是說它所有的擴建或增建 必須要在政府相關的建築法規的規範之下 這也是很清楚啊 所以說沒有人說不清楚啊 我只是說裝睡的人永遠叫不行而已啊 誰不清楚 你要裝睡我怎麼叫醒你呢 所以我想啦 而且這個案子啊 本來也不需要討論那麼多 層如我們書裡人所講的 跟我們暗游是不一樣啊 好像也報告一下進度而已啊 對不對 第三點就是說 招商引資啊 這個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限 屬於地方政府的權限 廠商所針對的四市政府啊 他怎麼可能針對我們議會所有的 他是一個議員 怕死喔 誰敢來 他對四市政府啊 同時呢 我們要監督的也是四市政府啊 對不對 這個說呢 我想啦 這應該是屬於 市政府的行政的範疇之內啦 行政跟立法跟監督我們要 這個分野要分清楚啦 不然的話以後誰當市長 都沒有辦法做事啦 很難得啦 基隆好像有一個改變的機會 很多的救世委要丟掉 很多的壞習慣也要丟掉 眼邪則心不正啦 心不正 情謀讓五次也不安啦 好 謝謝 好 謝謝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呂美玲 我跟妳講 因為我已經喊她名字 妳等一下好不好 好 待會妳等呂美玲議員講完 不好意思 主席 應該要先請那個 陳處長 呃 李處長 先說明這是ROT還是OT 不然大家都亂講 講的盧文不對題 然後再來責怪別人 自己腦袋不清楚呢 還要責怪別人這是不對的 所以呢我請媒體也要聽清楚 我也請我們剛才那個蘇仁河 還有那個我們學法律的 陳志仁陳議員請妳講一下 對不對 還有呢 又講說如果是什麼樣的話 這是一個標案出來的 可以變更嗎 依法當然不行啊 我們監督這個標案 有沒有公開公平透明性 這個也不是屬於 這個就是在監督的範疇 這不是所謂行政 行政不是為所欲為啊 行政是要透明公開對不對 而且呢還要明確性 我先請那個李處長 這個是ROT案還是OT案 你可不可以那個主席 可不可以先請他說一下 好我們請李剛李處長 回答我們 根據做報告號 根據做報告號就是 在所有的這個 是OT還是ROT 就是這兩句 你不要在前面 後面都不要講了 所有的助餐的條件 前面不會講 你到底公開的時候 你寫你那個時候的標案 你到底是寫什麼嗎 你要不要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了 你一個標 你要明文 你怎麼可以說一個處長怎麼樣 呃呂呂呂呂呂 你这个案子里面 你公开的 请问一下 你公开的是OTI还是ROT 你要说给大家听啊 你只要说这样就好 你不要给 前文 后文拜托 这个跟预法都不合的 这个公开的招标的文件上面 你写的是OTI还是ROT 呂呂 你请坐下 因为这现在不是你个人谘询的时间 不能一问答 我们因为是总体性的 那你请你尊重主席好不好 我现在请处长针对我们议员所疑虑的OT或ROT 到底这个案子是 你解释清楚 要不然大家真的都 好不好 能不能麻烦 是 议长各位一座好 那依据契约就是各位一座桌上放的 那我们提供的 我们这边就讲说我们是依照处参法去进行这个案子 然后在招标的那个相关的文件里面 那其实一般我们不会写说这个叫OT案 或是ROT或是BOT或是OOT BOO的方式 这个是学理上去分 那我现在举例 就像现在停车场 它现在要增设一个东西的时候 但是不会去细分到说程序上 因为它的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去看百福停车场 百福停车场它原则上也是一个ROT的案子 但是在原则上我们在公告招标的时候 是写说这个是叫一个委外的案子 是叫OT案 但是契约的内容都是ROT的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停车场都是ROT的设计的内容 那但是所以我们的前面这一句写是处参法 依据处参法去做 但是里面增建的内容 我们没办法讲说 你增加50万叫OT 增加100万叫ROT 因为跟各个停车场是不一样的 那原则上现在都有增建 所以原则上我们都叫 都有增建或是增加设备 全部叫ROT 你请坐下 我想请 那个我们李秘书 你请坐 还没有 我们请李秘书长 李秘书长 针对这个到底是OT还是ROT 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们议员同仁一下 议长还有各个议员理事先生 我想有关于这个 刚刚我们在讲说OT、ROT或是VOT 它都是属于这个民间参与公共投资建设里面的一种方式 那要看它的内容来界定说 它到底是属于OT或VOT或ROT 那这个部分就是由由单位这边来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的VOT、ROT 在整个处参条件里面 就是说这个里面 它并没有去写得那么清楚 只是说在处参的这个 就是利用处参法去所谓的办理招标的时候 那这个可能涉及到 就是说它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今天只是 我今天只是就是营营 然后将来回转 那就是属于OT 那如果说今天是有增建 那将来再营营 然后再移转的话 那就是属于ROT的部分 那有一种是 一开始是没有 那就是比如说它是用VOT的方式 我们之前像百无水样 那就是属于VOT 它是从没有到有 所以它是这样界定 那这是要干各案 所以一般在招标文件里面 不会去说我是什么VOT 它一定是引用处参条例的条文来做规范 我想我们李秘书长 李秘书长应该是针对我们这个案子 我们现在在问 不是很笼统的 因为李秘书长应该了解嘛 是不是这样子 能不能再跟我很明确讲 这个案子是OT还是ROT 请你再说明一下 只要回答 招标的时候 跟现在的演变是怎么回事 好不好 我想还是跟议长报告一下 就是还有跟各位议员 你是先报告一下 就是说 因为这个案子 我也是今天当看到 这方面的一个招标文件 因为这个案子 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在八年都是在公务处 那对于这个案子 我刚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